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固定在每天晚上的九點半到十點 收看我們期開得勝的單元 我是亞洲投顧分析師張家豪 各位好朋友 剛才張家豪在到中華財經台錄影的路上 剛好遇到下好大的雨 而且外面的天氣真的感覺很冷 那我就看到了 有很多這個可能是應該是業務的朋友們 還在上班 我們在這邊業務了 騎著機車 一個腳架光顧他穿著 好好 整個面子 安全帽 整個都是漏漏 整個都漏漏漏 我心裡面我就在想說 其實我們常常在說 人兩腳 人四腳 人要怎樣 腳怎樣也不會過錢 所以我很多朋友可能就會想說 對啊 除了這個雄斑 薪水收入之外 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來增加我們這個收入的一個部分 那張家豪在這邊的節目當中 今天就要跟各位報告 什麼叫做兩隻腳操盤術 這是要怎麼人兩腳 幾四腳 兩隻腳怎麼樣去追四隻腳 其實各位好朋友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好朋友 都是上班的這個好朋友 兄弟姐妹們 那可能會想說 我這樣這麼辛苦來上班 如果有多一份收入 那不知道該多好 可是呢 可能大家就會想說 這樣我聽說人家的機費操作 好像還不錯 我會來即貨市場來試試看 可是張家豪在這邊也非常誠心的 來建議各位好朋友 來到即貨市場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技師先傳好 因為即貨市場 你聽人家說好像 好像還不錯喔 但是另外你聽到人家說 你在操作機會 大家第一個歡迎就是說 你的心臟要很大顆 為什麼大家這樣說 因為大家知道 即貨市場好賺歸好賺 但是相對的它的風險也很大 我舉個例子來跟各位報告 以我們每天在即貨市場上 有一部分的人 絕大多數的朋友都習慣做當衝 那如果是做當衝的話 到底要怎麼衝呢 我舉個例子像上個禮拜五 來 我們來看囉 上個禮拜五是2月14號 2月14號這一天 當天的一個2月的台子期 它最低點是在8488 那最高點呢 最高點就在8568 那如果說當衝的兄弟姊妹們 你當天到底要怎麼去做當衝 首先你必須要看到看到什麼 你要知道當天如果是做多單 大家都希望說能夠買在最低點 然後空然後相對的在最高點出掉 但是問題是你怎麼知道 你要有一個東西讓你看啊 你才能夠看到 而且買到你沒有辦法賺到 那怎麼樣看到買到賺到 當衝指標 什麼時候看當衝指標 每天都是一樣的 8點45分當衝指標點下去 那是不是清清澈澈跟人家說 8487多單進場 是不是看到了 那看到了張家豪也要讓各位好朋友 真正能夠買得到 那你才有辦法去賺得到啊 所以張老師是不是五分錢裡面 再發一通文字簡訊 8487正負三點多單進場 這個是每天都會發的一個簡訊 有辦法看到有辦法買到 你才有辦法去賺得到嘛 所以8488是不是買到之後 哇指數一路狂漲了80點 來到了8568點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當衝指標 那你會說張老師 這個是你好狗運 你剛好那一天去買到最低點 那我就不相信說 你有辦法這樣子一直維持下去 每天都能夠買到最低點 對啊 我也老是跟大家說 不可能說每天都這麼厲害 能夠買到最低點 但是這個工具 我們要去長期觀察下來 看他的穩定度到底夠不夠啊 我再舉一個例子 上個禮拜五 那接下來我們秩序的往下看 來我們以這個禮拜一的例子 持續的繼續為各位好朋友 來做一個報告哦 來我們來看到 這個禮拜一啦 趕快啦 每天都是在什麼時候點下去 8點45分 當衝指標就把它點下去了 那以2月17號禮拜一當天 早上8點45分點下去 當衝指標是不是告訴我們 8530多單進場 那你會說張老師 8530是在哪裡 8530在這個黃色圈圈的這個區塊 那你會說 欸 張老師 但是當天8530成交之後 不是又繼續往下跌 對啊 那你的會員朋友不就好緊張 不會啊 怎麼會緊張 因為即使當衝指標 當天不是說非常的一個正確 甚至做錯方向了 要不要擔心 不用擔心 為什麼不用擔心 因為張老師會幫忙看著 一旦看到不對勁 8530多單成交之後 怎麼繼續往下走 不對勁不對勁 是不是張老師看到反彈的第一時間 趕快發一通文字簡訊 8530進場的一個多單 我們全部在8530這個地方 把他平常做一個出廠的一個動作 這個就是我們來到期貨市場裡面 大家聽著說 好 你在做機會哦 你的心臟又要很大顆 大家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大家沒有把風險控管好 可是相對的 你如果說找到一個輔助工具 比如說像當衝指標 即使他做錯了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啊 張老師看到也一定會在第一時間 該做錯 我們該停損 就是停損出廠 來 我們再看一次 什麼時候知道 八點四十五分 知道什麼 8530多單進場 結果當天打下來 8530多單進場之後呢 怎麼又繼續往下 張老師看到不對勁 趕快趁著第一時間反彈的時候 趕快跟各位好朋友報告 發一通文字簡訊 8530進場的多單 我們在8530 我們把它平常做一個出廠 當然這一天就沒有追尋到 非常龐大的一個絕對報酬 那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這個是禮拜一的情況 來 我們再看到禮拜二哦 禮拜二 禮拜二不就是昨天嗎 禮拜二昨天 一樣啊 8點45分 8點45分要做什麼動作 當衝指標點下去 當衝指標點下去 他清清楚楚告訴我們 8524多單進場 8524在什麼地方 8524大概在這個地方 那你會說張老師 為什麼你畫一個圈圈在這裡 因為8524多單進場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 可能可以用BETT價 更好的價格 成交在8516這個地方 那8524成交之後呢 指數後來是不是一路大漲 尾盤幾乎收在最高點 各位好朋友 您依賴的是什麼 您依賴的是一個 您信賴的輔助工具 什麼時候每天8點45分 當衝指標點下去 他要清清楚楚跟您報告 今天當衝應該怎麼做 欸 張老師 那你這樣子從上個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二 很清楚的介紹下來 真的都是8點45分嗎 對啊 那今天呢 今天你又怎麼辦 今天應該當衝指標 又應該怎麼做 我看你這個笑成這個樣子 我就知道 今天難不成 你又買到最低點 哎呦 你這樣說 我現在感覺很不好意思 今天是不是買到最低點 我會不好意思講 不然我們一起來看好了 來 剛才張老師 跟各位報告的是什麼 當衝指標 什麼叫做當衝指標 以張老師本身來講 我都會主動提供給 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這一個輔助工具 那輔助工具當中 其中有一個針對 如果說習慣做 當衝的兄弟姐妹人的 當然就看當衝指標 當衝指標怎麼看 我們請導播 照到這個初期至聖 一起來做一個報告 來 我們來看 來 初期至聖 是張老師主動提供給 所有我們會員朋友的一個工具 那我們點下去 是不是看到 依照個人的操作習慣不同 如果做當衝 當然就要看當衝指標 做波段就看波段指標 指標只有兩個 沒有那個三個腳四個腳的 只有兩隻腳 來 我們來看 當衝指標今天是要怎麼做 當衝指標點下去 什麼時候點啊 8點45分 看到期貨開盤了 當衝指標就要把它點下去了 來 今天是禮拜三 今天是二月台紙期的結算日哦 早上8點45分 當衝指標點下去 他是不是清清楚楚告訴我們 8548多單進場 有沒有方向 有啊 多單進場 有沒有點位 有啊 8548多單進場 有方向 有點位 可不會接著電話拿起來 直接跟營業員下單 當然可以啊 8548多單 請幫我買進多單進場 那今天8548多單進場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這回來看 來 我們來看到 今天 今天 今天是 開低的哦 今天開低 最低點出現在哪裡 8535 可是當衝指標 怎麼叫我們8548多單進場 各位不用懷疑哦 點下去 8點45分點下去 8548多單進場 你就直接把電話拿起來 營業員請幫我8548 幫我買進多單 所以今天來講 我相信 動作比較快的 會員朋友 很有機會 會買在 8535這個地方 那甚至說 動作比較慢的 會員朋友 其實也沒關係啊 你8548 你甚至說 等到他拉起來 你8548 才在這個地方 多單進場的 我覺得都無所謂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的多單進場之後 指數是不是一路往上急拉 最高點還來到了8569點 那你說 你真正每天在奇貨市場上 真正要操作 你需不需要一個輔助工具 你當然 你要去叫人前進的時候 你的機器要先穿好啊 你的工具要先準備好啊 不然人家怎麼會說 你做機會你的心臟要很大顆的 因為他還沒有拿到工具嘛 可是相對的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你手上有一個 類似這樣的一個輔助工具 叫你要請坐耶 你就會很清楚 心有 胸有成竹 你只能說 我真正要在奇貨市場上 我要來追尋一個 絕對報酬 我除了這個工作的收入之外 我也希望說 能夠有其他的一個收入 那我來參與這個奇貨市場 那你需要的是什麼 其實不是非常龐大的一個金額 也不是說非常俐落的這個技術分析 你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其實你真正需要的是這個 一個真正你自己信賴的一個輔助工具 它要很簡單耶 怎麼樣很簡單 一個按鍵按下去 它就要清清楚楚告訴我們 到底今天當初 我們應該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而且長期下來我們要去觀察 它是不是具備一個穩定性 一個有效性 什麼要做使用簡易 來我們再看一次 什麼叫做使用簡易 8點45分 當初指標一個按鍵按下去 怎麼樣一個按鍵按下去 來我們再一起再來看一次 來我們是不是看到 當初指標 指標就只有兩個 人也只有兩隻腳 沒有那個三隻腳三隻手的 來指標只有兩個 當初指標怎麼看 8點45分當初指標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什麼 當初指標 你要請請車車跟我說 到底我今天應該怎麼去做一個操作 來今天是2月19號 8548多單進場 有沒有方向 有啊多單進場啊 有沒有點位 8548 有方向有點位 接著拿電話直接拿起來 跟音樂員做一個下單的動作 8548請幫我多單進場 那今天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兩個這回來看一次 來我們來看 今天8548多單進場 直接跟音樂員講啊 音樂員會跟你回報 欸 張先生 你的8548的多單 成交比特價更好的價格 因為你掛的比較高嘛 是不是8535成交了 8535成交之後呢 欸 指數一路往上急拉耶 那你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一路往上急拉 這不就你每天在起貨市場上 最想要追尋到的一個絕對報酬嗎 那關鍵在什麼地方 在於你的手上 是不是有一個類似 初期之勝這樣的一個輔助工具 很簡單耶 一個按鍵按下去 什麼時候按 8點45分 起貨一開盤 按鍵就要把它按下去 當沖指標8548多單進場 有方向多單啊 有點位8548 點位拿起來 直接就跟音樂員下單了 所以這個就是 張家豪 在這個節目當中啊 跟各位做的一個簡報 但是啊 我們正常人 我們正常人 我們有兩支腳啊 同樣的 我們要怎麼用兩隻腳去追前 人兩腳一四腳 要是要怎麼用兩隻腳去追四隻腳 當然不能夠只有用一隻腳啊 過一支腳 不過過跳 跳跳跳跳跳跳 當然需要兩隻腳 另外一隻腳在哪裡 另外一隻腳 張老師也跟大家都已經喘便便了 另外一隻腳更強悍的 它叫做波段指標 波段指標 它到底有具備要什麼樣的一個 強悍的一個功能 竟然可以千點達正啊 各位 那我們先休息 先喝杯茶 兩分鐘之後回來 張家豪馬上跟各位好朋友 來做一個簡報喔 來喔 三桌點餐喔 阿高 你三杯回家 阿高 你三杯杏鮑菇 我是三杯甜雞 三杯甜雞改三杯雞喔 三杯甜雞改三杯雞 我是三杯杏鮑菇 三杯杏鮑菇是阿高做的 我是三杯回家 三杯回家 是我做的 你三杯杏鮑菇 你三杯回家 我三杯甜雞 你三杯甜雞啦 師傅 你三杯甜雞 你三杯回家 我三杯飛機 你三杯飛機啦 師傅 你累了嗎 保利達 滿牛 軍力充沛 保利達 滿牛 亞洲投顧 出奇至勝 波段指標 亞洲投顧 02-2578-3777 2578-3777 女人過了17歲 美麗就會被時光偷走嗎 誰都偷不走你的17歲 夢17 多在起傷點 空在起疊點 掌握多空趨勢 棋子看棋機 開機得第一 與其看大盤顏色 不如依照趨勢操作 亞洲投顧 02-2578-3777 2578-3777 想吃泰式綠咖喱雞嗎 古勝綠咖喱 新上市 亞洲投顧 出奇至勝 波段指標 波段指標 亞洲投顧 02-2578-3777 2578-3777 美食爆走足 火鍋像豬了 別忘了愛之味分解茶 降火氣解油膩 火鍋的老朋友 愛之味分解茶 您現在收看的是 中華彩晶海 感謝各位好朋友 再回到節目現場 那上半段的節目當中 張家豪是不是跟各位好朋友 分享了 人兩腳錢四腳 兩腳要怎麼叫四腳的錢 其實您需要的是什麼 您需要的就是一個輔助工具 什麼樣的輔助工具呢 譬如說像張老師 就會主動提供給我們會員朋友 這個輔助工具 它就叫出奇至勝 那出奇至勝裡面 有一個當沖指標 8點45分點下去 他就清清車跟我們說 這個今天當沖 到底是不會怎麼沖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以今天為例 今天是2月19號 是不是早上8點45分 點下去8548多單進場 有方向有點位 電話走起來 直接就跟銀員下單了 結果銀員回報說 今天低點8535 你還用一個最低點成交呢 那最低點成交之後 怎麼辦 一路是不是一路大漲上去 那請問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當沖指標 什麼時候點8點45分點啊 那你會說 張老師 這個當沖指標 真的每天都8點45分點嗎 對啊 那我們再往前看 昨天2月18號一樣啊 8點45分點下去 8524多單進場 那8524在哪裡 8524在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那你8524多單進場之後 哇 這一路大漲的過程當中 請問你手上不就剛好有多單嗎 那同樣我們再往前看 張老師 你的波段 你的當沖指標都不會錯嗎 會啊 他會有錯的時候 錯有沒有關係 會員朋友都覺得不用害怕 為什麼 因為張老師會看著 來 以這天為例 2月17號 8點45分 8530多單進場 可是今天這一天多單進場之後 我指數再往下壓 那壓下去 是不是要開始緊張了 不用緊張 因為張老師會看著 是不是等到他反彈第一時間 張老師趕快文字簡訊 8530進場的多單 我們8530 我們把它平常做出場 那當然這一天 我們是沒什麼事了 來 那我們再往前看 2月14號 8點45分 是不是都一樣 每天都是8點45分 當沖指標把它點下去了 8487多單進場 多單進場完畢之後 哇 指數一路大漲 來到了8568指數 一路大漲80點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就叫做當沖指標 可是呢 我覺得說人兩腳 同樣的啊 我們在操作期貨的時候 絕對不能夠只有 依靠當沖一樣 雖然當沖指標 它真的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在看幾天 它有幾天買到最低點 買到最低點耶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我覺得說 再怎麼厲害 你還是要另外一個輔助工具 來協助你 什麼樣的一個輔助工具 波段指標 波段指標 牽點達正 它為什麼有這個能力 牽點達正啊 其實波段指標 它也沒有很厲害 它只有幫助各位好朋友 做到一點 真正指數在大漲的時候 手上有多單 在大跌的過程當中呢 手上有空單 它只是幫助各位好朋友 掌握到這個重點而已 那你會說 張老師你的波段指標是要怎麼看 你不就跟我們說一下 來 波段指標怎麼看 請導播 遭到出擊測勝 我們再會來看看 來 我們剛剛是不是看到指標 就只有兩種 剛才跟各位示範的叫當沖指標 波段指標 波段指標點下去啊 點下去之後 它是不是紅色的向上鍵號 跟藍色的向下鍵號 紅色向上鍵號代表什麼 它在這個地方掃描到 多方能量即將發動攻擊 這時候怎麼辦 多單當然要進場去做一個布局啊 同樣的 藍色向下鍵號呢 表示這個地方 藍色的 這個空方能量蓄積完畢 這時候怎麼辦 前一筆多單平倉 接著哪空單進場去做一個布局 那你會說 張老師你那個東西看起來好簡單喔 那你真的值得信賴嗎 我也不知道啊 其實你跟我說這個東西 我也是覺得說 剛才怎麼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看 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欸 長期下來我們去觀察 發現 它確實具備一個穩定性 這樣子的一個工具 我們才能夠去看 它的一個穩定性嘛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來看 來 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是二月台子期的結算日 來 張老師把這個波段指標 二月台子期 從正式開始操作 1月15號到昨天 2月18號 在這個地方 波段指標所有的一個訊號 完整的在這個地方 呈現給各位好朋友 來做一個報告 各位好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 欸 第一個訊號是出現在 8581 最後平倉 最後一個訊號是出現在8536 8581 8536 張老師那不就還不到50點的空間 只有45點的空間 為什麼你這個波段指標 竟然追尋到高達457點的一個絕對報酬 你這個是怎麼樣 那我8581買進去 8536平倉 萬馬只有45點的空間 為什麼他可以追尋到 激出十倍的一個絕對報酬 其實各位好朋友 他掌握到的是什麼 指數在大漲的時候 手上要有多單 大跌時手上有空單 就只是這一個原則而已 各位來看到 大跌的過程當中 手上是不是要有空單 同樣大漲的過程當中 手上要有多單 大漲的過程 手上要有多單 只有2月哪叫做可以信賴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往前面看 來 我們再看到1月的台子期 1月的台子期也是一樣 他掌握到的是什麼 指數真的在大漲時 你手上要有多單還是空單 當然要有多單啊 如果像這個在大跌的過程 手上一定要有空單 這個是1月的台子期 我們再繼續往前看 好 我們繼續往前看 來 各位好朋友 12月的台子期 還不是一樣的情況嗎 從第一個訊號8194 到結算當天 最後一個訊號8359 不過也才165點的空間 可是為什麼波段指標 他可以掌握到高達349點 這麼樣一個龐大的絕對報酬呢 都是一樣 每個月要把握住最關鍵的 大漲的時候 你的手上一定要有多單 趕快如果是在大點 你手上一定要有空單 來 我們看12月 我們再看1月 那一直在看到 今天剛結算掉的2月的台子期 各位 你看到的是什麼 以往績效不代表未來獲利保證嗎 不是啦 不是啦 我不是要講這個啦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看到的是一個真正 能夠掌握到大漲時有多單的 大碟時有空單的一個指標 他能夠具備這樣的一個功能 當然你在追尋 絕對報酬的過程當中 你會覺得 聖券在握 所以張家豪覺得說 人兩腳 錢四腳 是要怎麼叫 兩隻腳抄盤術 怎麼樣兩隻腳抄盤術 當沖指標 破斷指標 張老師已經幫大家打包完畢 處理好了 所以今天在上班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很多這個上班族的朋友 真的這樣下著雨 這樣換給他 帶那個瓜皮安全 整個臉全部都是水 張家豪看的覺得 真的有一點說 如果說他能夠看到這個節目 能夠來了解一下 什麼樣的一個工具 真正可以幫助到各位好朋友 我覺得他的這個心情 會完全不一樣 所以等一下結束節目之後 節目結束之後 對這個初級資深系統 有想要進一步了解的朋友 都非常歡迎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一個聯繫 最後張家豪也在這個地方 非常誠心的祝福各位好朋友 祝福各位 和家平安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裁員廣進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真材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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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睡覺 不怕睡覺冷氣 因為沒有沒有 看過這麼多人 賺有賺沒有 都看這次 好家在 天公有保備 魚仔肥 軟大便 做出來的黑衣紙 香噴噴 金色色 黑衣紙要好吃到達成 都客氣出生 如果精神開了 我們都外國休息的時候 一杯要補到達 你咱才開了 1577 2578 3777 亞洲頭部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來去小威海盜村 哈囉 有啦 魯拉拉 魯拉拉 小威魯拉拉 我是Vicky 小威魯拉魯拉 魯拉魯拉拉 魯拉拉 小威魯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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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一起魯拉拉 小威魯拉拉 回合沐浴主 魯拉拉 小威魯拉拉 多在起上過 空在起別點 掌握多空趨勢 旗子看起雞 開機得第一 與其看大盤顏色 不如依照趨勢操作 亞洲投顧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一集 雞